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是童文勋 总是有人在留言里面一直谈到伊隆马斯克 就说台湾怎么可以支持伊隆马斯克呢 也没有支持不支持他的问题 我们就就事论事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留言说 伊隆马斯克啊 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那中国统一台湾或是台湾变成中国一个特区 事情就解决了不要战争 他到底有没有说过这些话 那我们把他原来的说话的这些都有录影嘛 或者是说记者采访他的文章 那也有白子黑字 那我们就来把它解读一遍 一次性的解决伊隆马斯克到底亲不亲中的问题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 这个影片呢事实上是 伊隆马斯克在2023年 他用视讯的方式出席这个All-in All-in就是其实就是赌博的时候呢 我们把所有的筹码全部都推上赌牌 这一把一定赢所以全部都推上去 所以叫All-in 那 这一场访谈呢 是四个主持人对他的访谈 那这一场访谈呢其实蛮长的 有四十几分钟 但是我们只取其中一段 就是专门讲台湾跟中国的问题的时候 他的发言 那也一样我们就一段一段来 Dalio here We had Ro Khanna And we talked a lot about China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You are You have several businesses that have deep supplier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s in China Given what's going on And clearly the tenor has changed The mood has changed with respect to U.S. policy towards China What it's like in D.C. What it's like in Silicon Valley And how everyone talk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oday It's pretty crazy how quick things have changed As a business leader With all these business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How do you make decisions And how things are chang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about where this is headed 好 所以问题很清楚嘛 就是說你在中国有投资啊 那 會不會被台海的關係所影響 尤其是美国跟中國的關係 事實上在剧烈的改變 再講一次 這個時間呢是在2023年喔 那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呢 其實伊隆馬斯克還沒有表態說要支持川普 他仍然是一個民主黨人 雖然說他已經對於民主黨很多問題 他已經開始滿頭都是問號 那在這個時間點他怎麼回答 是 Well I mean, let's just clarify here SpaceX has no SpaceX and Starlink I have no business in China whatsoever SpaceX doesn't launch China satellites And Starlink is Bandoned in China So 市場像中开播,美国工业, había我们一个公司的帐 oficial。 在 Nameing of Tesla, Sylvia,我们的轨卫是在中国歹的驳。 这是大陆油店的个行为企业不加仅价, 我们都知道伊隆马斯克他其实他拥有的公司超过9家吧 那只有Twitter就是X 以及Tesla是上市公司 还有其他的股东 那其他大概都是他拥有的私人的公司 就这样子 他的财富就已经变成是全球的首富了 其实我认为还可能低估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他的Starlink到底值多少钱 如何估价 因为他不是公开的上市公司啊 他的X-Space到底怎么估价 没有办法估价 甚至美国一个国家请全国的力量 做的太空总署 然后两个太空人没有办法回来 还必须要他去把他接回来 那到底国家付了什么代价去把他接回来 没有人知道嘛 所以他的能力其实每一年都在大跳跃 包括他的AI这一块 他也有一个长组的进步 然后在晶片上面跟台湾的核就更加的结合 这个都是在一年多中间产生的巨大的变化 所以2023年他的说法是这样子 就是没有就算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但是我认我不是 但是我最大的投资跟利益都不是在中国 因为在中国他现在就是Tesla全世界还有四个厂 其中一个厂在中国 然后生产Tesla就是电动车 除了供应中国国内之外 也有一些可以外销出来 就这样 所以他认为影响最大不是他 而且他认为其实 这一个投资对他来说 并不是他最大的投资 他态度跟立场其实都已经讲清楚了 只是作为一个商人 他毕竟Tesla是上市公司 他有点犹豫 因为如果是他一个人的公司 他可以随便讲 但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事实上有股东 而且这么多的股东 那小股东集结起来也可以来告他 会很麻烦的诉讼 所以他不能乱讲话 就Tesla的问题 他一直希望可以是一个提出一个方法 总是要解决 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 然后我认为 主持人 related to Taiwan, definitely since half a century or so, maybe longer this point, their policy has been to reunite Taiwan with China. From this standpoint, it may be analogous to Hawaii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that is arbitrarily not part of China. 所以他认为说他对于中国领导层 见过很多人应该对他们很了解 其实未必 我们都知道这些中国的高层 在跟这些重要的政商在对话的时候 其实蛮有保留的 他们不会把他真正的那一面拿出来给你看 但是伊隆瓦斯克也不是个傻瓜 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所以他很清楚 对方跟他对话的时候 哪些可以信哪些不能信 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似乎中共的高层对于台湾 他把他视为是 他的政策是这个样子 他把台湾视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拿夏威夷做例子 然后他说如果我们今天讲 是因为美国在中间阻拦 所以中共没有办法把台湾统一 这样的说法又太武断 他知道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关系 事实上很多年前他去中国投资之前 他是先来台湾的 但是台湾怎么样 台湾第一个 在土地 以及在工人的问题上面 我们有错误的外劳政策 所以我们的劳动力不足 根本没有办法支撑起来 他想要一个投资的规模 所以即使Tesla已经在台湾注册一家外资公司 一开始设置的资金并不高 才50万台币而已 但是以那个为启动 就先注册一家公司在台北市 后来没有执行 为什么没有执行 你没有办法提供他人力 土地还可能解决 电力的问题 土地的问题 然后希望快速的建厂 有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用 可是人力的部分没有办法解决 而且当时台湾他来见马英九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怎么样把他当一回事 我非常的清楚 是因为我那时候也去行政院 跟行政院的官员 包括当时的行政院院长 我们都开过会 也是一样在讨论电动车的问题 就是电动车的技术 好所以同一个时间 我知道马斯克来台湾见了谁 这是一段过程 最后他决定去中国投资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到今天为止 我相信他在各厂的整厂的输出 他在做整车的整顿生产的时候 在中国那个厂是不是生产的比较顺利 中国的工人 整批的由仲介直接放到工厂去 然后住在工厂的宿舍 这些劳动力不可小觑 就是其实中国为什么这几年经济会起飞 就是靠这些底层劳动力撑起来 好所以他说了 他见过这些人 他也知道所有的问题关键在台湾 关键在台湾 但台湾的问题可以是 你说要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吗 2023年的时候 他用视讯 他在谈台湾的问题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有点犹豫了 为什么要特别提2023年 我们接着往下看 所以现在 其实事情是进行到的 point increasingly year over year where China's military strength is increasing and ours is more or less static and strategically you know you can imagine trying to defend Taiwan it's not easy because it's very close to the coast of China so there will come a point if you know probably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where China's military strength in that region part exceeds US military strength in that region and if one is to take China's policy literally and probably one should then there will be some forceful force will be used for you know to incorporate Taiwan into China this is what they've said that if there's not a diplomatic solution there will be a solution by force 好 他说呢 要守护台湾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这几年来 错误的政策 他们连子弹 一般的 传统的 武力 军火 都不生产了 生产的速度很慢 火箭 弹药 这些生产的速度 跟工厂 跟设施 都比俄罗斯还要少 那更传统武器呢 比中国还要少 所以当你们一起 砸入战场的时候 人家的生产力 是你的五倍十倍 这就是问题啊 所以为什么美国会有一个 当前危机委员会 在川普执政的时候 重新开张 就是看到这些危机了 然后果然 在拜登执政这四年 这些危机一一呈现 显然伊隆马斯克在2023年的 这个时间点 他已经知道了 那他说非常的危急 而且看起来那个进程越来越快了 那如果我们的能力 我们在武力值上面 没有到位的话 那这非常危险非常大 那他这个时候 他同时想到什么 同时想到NVIDIA 还有他自己的晶片 他烦恼了 我觉得他开始烦恼了 他好几家公司啊 这些公司包括XAI 也要用到这一些 集成的晶片 超级晶片 他目前有很多的超级晶片 是跟NVIDIA买的 然后NVIDIA的晶片 现在有一些东西 是高阶的 不能够进中国的 这些禁运的问题 也越来越严重了 他认为这个热点会越来越热 他这个估计有没有错 他估计没有错 可是他哪一句话说 台湾应该要被中国统一 可以再回去看 他没有讲 他没有讲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一再来说 前面说 这个是中国的说法 后面说 这个是中国的说法 这不是他的说法 他只是说 中国这个五十几年来 甚至更久的时间 他们一直把统一台湾 当作是一个 好像是他们的 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这个他理解 他哪一句话说 台湾属于中国 他哪一句话说 因为他在中国的投资 所以要屈服 没有啊 他特别强调 如果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但我不是 可是他又是 Tesla又是个上市公司 他不能乱讲 他内心有他的决断 这可以看出来 所以最后一段 他就在讲其他的事情了 但是我没把它看完 免得你觉得说 我是不是掐头去尾 拿中间 断章取义 没有 我们把它最后一段看完 让我看起来 让我看起来 我看到中国的东西很多东西 有可能性地变成了 我认为这个数据是 中国和美国都可以 与美国之间的 可能性的 中国西地区 所以 你可能看到的 更新的限界 用户的产品 对中国的 优优独播 Being banned you would not ship this China i think it'll be more and more you can also not just know that ship making和時 to China so in a suspect in a try to get respond with some reciprocal sanctions And you'll I think it will see this kind of a tip or tap our circle sanctions increasing in the next few years 我認為是很熱的溫度 然後我們會看看 是否會有一個 抗議的解決 或是一個不抗議的解決 但它是明顯的 是否會有一個解決 他最後一段說 所以美國跟中國的衝突會越來越升溫 在各個領域 我期待可以用外交的手段解決 他並沒有說他同意中國要同意台灣 這是2023年的說法 我們來看他2022年的說法 這個是伊隆馬斯克 接受英國的金融時報的採訪 這個題目是說 伊隆馬斯克問你 你不開心嗎? 你沒有被娛樂到嗎? 中英文翻譯這個有點詞不達意 但是這是自動翻譯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讓大家看中文版 必要的時候關鍵的問題 我們再來看英文版 好 一樣幾乎所有的人都會問他這一題 你在中國有投資 可是現在有一個區域風險的問題 那這個風險你怎麼評估他 然後他說這個是他問伊隆馬斯克 專訪的這個過程中他最長的沉默 因為呢 Tesla的上海廠佔 Tesla的總產量的30%到50% 然後這個作者認為 伊隆馬斯克是中國的崇拜者跟投資者 可是他也無法避免美中緊張局勢 以及中國想要接管台灣的風險的影響 可是馬斯克說 北京方面已經明確反對 他呢在烏克蘭推出SpaceX通信 衛星通訊系統 Starlink 然後呢 這樣子就可以協助軍方 規避俄羅斯切斷網路的行為 然後北京同時要求他保證 不會在中國的上方做星鏈 所以不要讓他們有一種通訊呢 是可以規避整個中國的怎麼樣 Monitor 監控 但是他現在是不是有這樣做 究竟在烏克蘭是怎麼樣 因為俄羅斯說過了 你如果對烏克蘭提供這個星鏈的話 那我就把你打下來 馬斯克的回答是說那你打啊 你打打看啊 然後對於台灣的問題 他仍然是這樣說的 他說台灣的問題看起來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這個是2022年說的 所以2023年剛才那個訪談 他也一樣說 他認為這個衝突不可避免 而且時間好像越來越快了 那美國有沒有準備 不知道 因為當時他還沒有涉足在這場選舉裡面 他跟他指出 他說我不是唯一一個會承擔後果的人 而且呢 Tesla如果 如果這個區域風險出來之後呢 這個上海工廠還是可以繼續向中國的客戶供貨啊 但是就不能保證從中國把這一些汽車運到別的地方去 可是他指出 真正會有嚴重的問題的人是誰 是蘋果 這是肯定的 更不用說全球經濟了 他認為只要台海發生風吹草動 全球的經濟將遭受至少30%的打擊 我的估計是不止啦 至少是50% 因為台灣海峽所通過的這一些 關係的全球的GDP的影響 絕對超過全球GDP的50% 然後他也意識到 馬斯克知道說 商業決策的制定 不能再不考慮安全跟地緣政治的關係了 好 所以呢 他覺得他自己很聰明 他覺得是不是可以尋香港模式 比香港還要再寬鬆一點的 他真的有了解兩邊的關係 就是中國一代的提出就是說 來試試香港模式啊 那一國兩制這個模式 香港被你自己成這個樣子 台灣人怎麼可能接受呢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找出一個 台灣還可以接受的一個 特別行政區的一個方法 是不是也許不可以 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 但是至少 可以不用打仗嘛 然後作者就說 我懷疑他的建議會被採納 作者是對的 沒有人會接受 即使是國民黨都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那也不會跟你簽什麼和平協議 不可能 但是我們有一個更有趣的一個提議 就伊隆馬斯克這個提議 我們可以來發展成另外一個結果 好我們回來看 就是說 今天 2022年的時候伊隆馬斯克是怎麼說的 結果呢被罵臭頭 他當時在這個專訪裡面他也說了 他建議烏克蘭 烏克蘭是不是接受一個協議 那就不用再這個打仗啦 你是不是打2014年的時候 書俄羅斯 所佔領的烏東的這個 這個地方呢 你就割讓給這個俄羅斯就好了 就和平了 那結果 哲倫斯基看到了之後呢 他就在網路上面發起公投 網路上面的 大家提供意見 你們認為你可以接受嗎 就一面倒了 大家都說 伊隆馬斯克是不是頭殼壞了 他把這些事情想的太單純了 這個也可以證明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2022年的時候 他其實對政治並不了解 他純粹就是大部分的時間在思考 他的企業必須要怎麼發展嗎 那他很簡單嘛 他不希望他的貨會被斷掉 尤其是晶片的問題 他嘗試著這個晶片到其他地方去生產 挪到美國生產 事實不行啊 只有台灣有辦法做啊 台灣受高教育的 然後刻苦耐勞的 願意加班的這些工程師啊 熬夜爆肝啊 你們的財富是建築在這些人的痛苦之上啊 現在大家都明白這個問題了 他也明白NVIDIA的問題啊 都很清楚了 這絕頂聰明的人不需要太多次了 他受過2022年的時候受過一次衝擊 2023年呢 他講話就很謹慎了 所以2023年的這一個白紙黑字啊 就被中共拿來利用 然後台灣的吳釗謝就上當了 外交部部長可能英文不好 就上當了 反擊說台灣 台灣不賣 把他當作一個商人來看待 其實不是的 你看他大概2023年的這一場訪談 我們會把這場反彈呢 完整的放上來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反覆去看 我們有中英對照 他完全沒有那個意思 他就第一段就回答 就是他認為這一仗可能很難不打呀 然後中國的主張是這個樣子 他認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自己沒有做判斷 他只是以夏威夷為例子 就是一個本土外面的一個島 那到底屬於誰的還是你要獨立 他沒有做判斷 然後接下來他就在講 中美之間的這個升溫啊 一定會在升溫的 這個升溫不是在川普身上來的啊 2023年執政的人是拜登不是嗎 然後一直在升溫啊 NVIDIA的特殊的晶片 就是他用在這個XAI的這些晶片 不能夠賣到中國去 那更何況是他之後他的超級晶片 他的生意有一塊地方是被畫黑的嘛 可對他來說他不介意啊 他的生意有很大的來源 尤其是他個人資產的來源 很大一部分已經放在XSpace 星鏈上面嘛 這些東西包括Twitter都不能在中國啊 Tesla的這個外殼 這整整個汽車這一塊 其實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對他來說 甚至我認為Elon Musk可能很快 他會把Tesla怎麼樣 由其他人來執行 他自己不要介入那麼深 做一點切割 尤其他現在加入了川普的陣營 在協助川普 他怎麼會不知道川普對華政策呢 包括Vence 對中國的立場 對台灣的立場 我想這個都是很難動搖的 會被影響的我認為是Elon Musk 因為無論如何Elon Musk的價值觀 跟台灣是比較接近的 台灣呢現在總統是賴清德 不是蔡英文 賴清德是比較傾向保守主義的 他不是蔡英文那種進步價值 他也不是酌情的青年 我知道這中間也有很多朋友 可以穿梭 可以去建立很好的管道 所以我希望一次就可以跟大家來說明 Elon Musk從2002年到2023年 已經有一個非常大的改變了 到2024年呢 他根本直接投入了川普的陣營 那他的對中的立場 怎麼可能跟川普這個陣營會不一樣呢 不可能 那我們還是持續的觀察 不要武斷的說他是什麼 因為事情在變化每一個月都不一樣 進入21世紀之後 其實我常常覺得 哇現在過幾天啊 就像以前過一年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速度越來越快 我們下一集見 養好的睡眠挺直是維持健康的波爾法輪 Apollo Fiber Inside 養生暖電 採用獨家超纖維電熱 及溫控技術 可安全的持續使用 並保持溫度55度C 就能殺死床墊 及棉被內95%以上的塵蠻 消除塵蠻及過敏原 讓您熟睡一夜好眠 讓您熟睡一夜好眠 謝謝 純淨咖啡 讓心靈純淨 支持wee.tw 喝好咖啡 謝謝